欢迎收看歌只有两个不会 哪两个不会啊 这个也不会 那个也不会 因为什么都不会 要把自己重新归零 努力学习 这样一切都OK了 OK 所以欢迎收看歌只有两个不会之 生命灵术 欢迎Jennifer老师 再次V0讲解生命灵术 但是各位有没有发现 我们的背景不一样了 对真的 我们来到是台中一家 非常有特色风味的一个咖啡馆 这个咖啡馆真的蛮不错的 我觉得建议大家可以多来这边坐坐 老师对这样子环境感觉如何 我刚才一进来的时候就觉得好特别 然后还拿着手机这样子去拍了好几张照片 就感觉这种质感很温暖 对很棒啦对不对 那这边可以品尝很好的一些茶点等等啦 所以我们今天呢特地选这个地方来拍摄 Fu特别不一样喔 那我们要来导入我们的正题啦 那我们今天要讲的是生命灵术的缺数 7 对对那一样我们请Jennifer老师先跟我们讲 如果说有缺数比较多或是本命数在7的话 它的特质特性我们简阅讲一下 好代表的意思呢它就是会比较谨慎理性 实事求是型的 当然相对而言呢就会有的时候会让人觉得它比较冷静 或者比较慢手 这是本命在7然后圈数比较多嘛 那反之如果说它刚好这盘里面没有7这个圈数的话 那是它是会比较让人家谦和力会比较多 对不对 但相对性的话太过于理性嘛 会是这样子吗 它会观察力比较弱一点点 谨慎度啦应该说谨慎度 谨慎度 对谨慎度会比较弱一点 对就神经大条 哦神经大条 诶也可以这样形容 也可以这样形容 对对对对 这个讲到缺妻啊 Jennifer真的是深受其害 哦不是啦 为什么深受其害 应该说特质很明显这样好了 对我记得有一次啊 我跟我儿子去外面吃饭 然后去那个拉面店去进去 吃完拉面出来之后呢 我就往外走嘛 就往右边走 然后我儿子呢在后面说 妈妈 怎么了吗 这边啦 说哦是吗 我们刚刚不从这边过来的吗 妈你也太夸张了 才不顾吃一碗拉面而已 你就忘记我们刚从哪边过来的吗 我就是缺气的 应该是说它算是忘得比较快嘛 谢谢你哦 从来没有记得过 应该说因为这个不是重点是 它可能对工作者比较会比较牢记 但是只是可能在工作之外是 它可能就不会去说去鸡眼 因为反正可能是平常只是偶尔来 一两次而不是常常过来 对对对对对对 那应该不会至于导致什么老年痴呆症吗 你知道吗 我这边一讲我有点担心 我现在会不会比较早一点开始老年痴呆症 不会啊不会啊 这我们是开玩笑 如果在手上带一个牌子的 对对对对 那个那个盘里面如果没有气也不用担心 不会等下老年痴在这 对啊 如果缺气的话呢 那老师要提醒你的事情 就是因为你可能你有一些地方的谨慎度会不够 或者观察力比较弱 那要去哪些比方说第一个对于数字 因为有些人他的这个谨慎度呢 如果是弱的话是弱在这个数字方面的话 代表的意思是比方说好了 这个买东西啊他就比较不会去比价 或者是说啊什么时候有个特价 我那个时候再去买好了 他就比较不会去注意这件事情 或者是说呢有人形容呢 缺气的人容易比较容易这个财库 会容易比较空比较守不住 但是不是说缺气的乱化钱呢 千万不要误会了哦 因为有的缺气的人其实非常神的 他只是对于钱可能花到什么地方去 他可能比较没感觉 哦了解了解 对所以这个时候呢一定要有个方法 对 才能够让他把钱守住 也就是钱要放在一个你看得到 但是你动不了的地方 嗯嗯嗯嗯 你知道那什么地方吗 你说金库吗 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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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那金库家里可能没有啊 还有个地方啊就是非常需要你的协助啊 就所谓的那个财务规划师去协定他啦 对没错 没错对这是第一个 因为老师之前也有讲过哦 对 如果拥有七的话 因为其实我们在五行来讲是属于金嘛 是 对可以大家可以看回看那个七的特质啦 本命书那一集 对 然后七呢我们要叫他大金嘛 对 如果本命书是七 我们买冷气都要买大金嘛 哈哈哈哈 如果没有七你又可以买别的牌子 不是啦 哈哈哈哈 没有七要更要买买大台一点 买大台一点对对对对对 要补那个嘛对对对对 做金钱方面还没有什么其他 对对对 还没有去留意的 是 还有一点呢也是我们要提醒的 就是因为他有可能对人性的观察也会比较弱 什么意思呢 他可能比较容易会相信别人 比方别人跟他说 哎我觉得那个某某某喔 实在是很不OK耶 他缺气的人可能会说 哎是吗 可是我觉得他人挺好的耶 他都帮我做什么事情做什么事情 我什么事情麻烦他 他都会很乐意帮忙耶 是 过后才发现 哎好像真的是像朋友讲的那样子 好所以我们要提醒说缺气的人 如果你是属于对人性的观察比较弱的 那么就要提醒你咯 不要太容易相信别人 免得有时候你可能会觉得呢 自己好像是热脸去踢到别人的屁股了 说起来就有点矛盾啦 怎么说 我不是说你讲矛盾 是在人性上面就有点矛盾 是 我觉得去相信别人我觉得是好的啦 对 当然是就像老师讲的 嗯 到后续这个人的出发点 哎 表面上看是好的 对 但是你实质上可能是帮这个人 补一枪补一刀的话 其实真的在人性上的矛盾点 真的会产生很多 是 我的想法是 对 缺气的人可能人家帮助他 他就傻傻的这样子相信 嗯 然后可能就所谓傻人有少福啊 嗯 但是这样生活也比较好 是 我是这么觉得啦 对 因为又要想到去提防这个人 对 就像那个奉劝将军要提防再提防 这是哪部电影你知道吗 哎呀冰冬答对啊 小编果然厉害 这部电影那么老了你也知道 怎么厉害 就一直在重播嘛 好意思重播 对对对 因为对于人性我们要去做条件 当然要 我觉得要 但是问题是 会不会到后面又变累了 当然是每 老师是好意思去提醒嘛 对 我也蛮喜欢你刚刚讲的那句话 杀人有杀福 或者是我们的讲法 就是当你顺服就会蒙福 那当然有一个重点 就是说你所相信的对方 其实如果对方不是有恶意的 对方他也是诚心诚意要帮助我们的 当然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傻人有傻福 或者是我们说的顺服就会蒙福 只是我们提醒的 就是说还是要去观察一下 或者是听听看别人给你的意见 多听不同的人给你的建议 我觉得这样也是挺不错的 那了解 那一样 如果我们谈缺期的话 有哪些可以做补墙 哦补墙吗 很好 第一个的话呢还是先提到颜色 因为颜色是比较容易随手取得的 所以缺期的话呢 我们就看彩虹来排了 红尘黄绿蓝电子 所以期的话呢就是补紫色 那紫色不一定一定是紫色的衣服 像男孩子的话比方紫色的这个领带 或者是钥匙圈 平板外壳手机外壳这一类的也都可以 或者是回到家的时候 当你要休息的时候呢 因为我们沙发样子上面会放一些耗贝的 这个也可以选择紫色 这都可以生活当中碰得到的都可以 就第一个颜色紫色 老师我觉得这一系列讲座下来 应该手机壳的那个代理商可以找你代言 你都常听到手机壳 平板的外壳 红尘黄绿电子 除了颜色补墙还有哪些呢 刚刚说像我们的手机号码的墨塞码相加 如果是7也可以 我门牌号码等等的这都可以了 手机的墨塞码相加成个位数 要了解我们没有在卖手机号码 拜托不要在底下留言说老师有没有什么手机号码可以 还有最后一个我想要再提醒的 没有完美的个人 可是可以拥有完美的团队 今天如果你是一个老板 是一个主管 那这时候呢你可以把你的工作 比较需要细节的部分 比方说预算 比方说财务控管 比方说记账 这些比较用到比较细小的数字的 你可以让一个他在7的这个部分 能量比较强比较明显的人 由他来帮你掌管这个部分 那当然也是要能够值得信任的人 这个前提是一定要的 所以我们如果有这样的方式的话呢 我们不但可以做到欣赏别人的特质 也可以做到我们就做我们自己比较擅长的部分 这样子的话呢 相信对彼此都会有很大的帮助 对我觉得今天老师提醒很好 那如果说有任何的想法呢 都可以在我们底下做留言 好了 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此为止了 那一样麻烦举起你食指 然后把我们点赞分享 好不好 然后加加追踪好不好 然后我们也希望大家都能可以 能有自己没有好事 到最后很爱老师们干一杯啦 耶 才是我们悠闲的环境喔 里面看着我们生命连书 里面这样子享受的咖啡 这样也很不错的 好我们期待下期再见咯 好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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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